駕駛行進路口 綠燈準備起步 沒想到左側走出一名男子 邊講手機邊闖紅燈過馬路 駕駛當場傻眼明暗喇叭 喇叭聲一響 男行人回頭舉手示意 還知道拍子 但離譜的還在後頭 只見後方又出現名女子 同樣闖紅燈過馬路 聽到駕駛按喇叭 竟直接對駕駛逼出不雅手勢 駕駛當場欺詐謀案喇叭示警 事後將影片PO往直呼 這位小姐睜大眼 你馬幫幫忙 你先違規 網友直呼有行人地獄 但也有像這樣的地獄級行人 行人帝王條款 讓行人越來越囂張 慢慢走 然後闖紅燈之類 然後發手機 變燈了他不走 然後快紅燈了他才趕快走 他對他人比宗旨 都會造成他人人格受到貶抑 都是會構成公然侮辱罪 七機車要禮讓行人 但不代表行人就能違規闖紅燈 違者可被處以500元罰還 女子違規再先 還對駕駛逼出不雅手 視野觸犯公然侮辱 太陽意識之快到頭來 恐怕得不償失 記者黃天堯 張美姿 採訪不懂